去了一趟阴曹 从前有两个人住在乡邻的两个村子里 住在山上村子里的金氏是富翁 但是很吝啬 住在山下村子里的朴氏 虽然没有什么财产 但是很有人情味 是个胸襟广阔的人 如果有人想跟住在山上村子里的吝啬鬼金氏 借博吉的话 金氏就会扔下一捆古草说 你自己做博吉吧 怎么老用别人的 自己做什么时候能做完啊 如果去借草席之类的东西时 他也会扔下一捆古草并说 哎 你们自己做了用吧 不要老来借东西 住在山下村子里的朴氏 却把村里的人的事 当成自己的事 对于饥饿的人 就是向别人借 他也会给那人弄点吃的 有一天 住在山上村子里的金氏死掉了 阎罗王对金氏说 你还不是该到这里来的时候 你是怎么来的 反正已经来了 就逛逛阎罗世界吧 所以金氏就在阎罗大臣的引导下 开始逛阎罗世界了 阎罗大臣说 这里也像房间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仓库 你也去看看你的仓库吧 可这是怎么回事呢 金氏的仓库里 只有一捆古草 这个真是我的仓库吗 我在房间是富翁 在这里怎么会只有一捆古草呢 你在房间虽然很富有 但是你给别人的只有古草啊 所以你在这里的仓库里 只有古草 这时候 响起了阎罗王洪亮的声音 让他看看 住在山下村窗的 朴氏的仓库吧 看到朴氏的仓库 金氏吓了一跳 为什么呢 在房间那么穷困的朴氏 在他的仓库里 对着很多的金银财宝 无所不有 这时候 金氏才开始后悔自己所做的事 因失望和担心 变得沮丧的金氏 低着头 无力地站着 不知不觉中 已经从阎罗世界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躺在那里 活过来的金氏 给家人讲自己 在阎罗世界里所看到的事情 之后 他就嘱咐家人 要多帮助别人 自己也帮助了很多人 并从此 过着幸福的生活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